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双重国籍 凯里欧文的名字凯瑞是他父亲给他取的 在希腊语中意为君主的意思 那我觉得和凯瑞的发音也很像 一直都是凯瑞的球队嘛 都是球队的大腿 欧文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在18个月大的时候就运球了 4岁的时候掌握了上篮的技巧 到了6岁已经能用飞冠用手左手上篮 之后在练习运球的时候 更是把球装在塑料袋里 然后再练习 因为塑料的包裹 使得球的弹性减弱 增加了运球难度 使他必须聚精会神的运球 而这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离不开他父亲 德雷·德里克欧文 德雷·德里克欧文身高1米95 他比现在欧文还高一些 在84到88年期间呢 是在波士顿大学打篮球 毕业之后呢 球一也在大学里退役了 4年生涯的总得分有1931分 在校市榜上排第二位 毕业之后获得过凯瑞特人的试询机会 不过最后没有被选中 随后呢 他就前往了澳大利亚的职业联赛打球 所以爸爸一直都是欧文最崇拜的球员 欧文的教父斯特里克兰也是一名NBA球员 在联盟里打了17年球 曾经还获得过97到98赛季的助攻王 欧文的妈妈伊丽莎白也是波士顿大学的 而且还是排球队的成员 但在他29岁的时候 也就是欧文4岁的时候呢 因为败水症不幸去世了 欧文的爸爸为了更好地照顾两个孩子 便放弃了篮球 做起来在院经纪人的工作 这样才能提供给孩子更好 更稳定的生活环境 欧文成长过程中一直都很爱篮球 常被父亲带到各处打篮球比赛 他自己认为球场上最辉煌的时候 就是一次一对一单跳中 以15比0的比分很少的父亲 当时他16岁 而父亲有42岁 除了篮球 欧文也很喜欢打棒球和玩滑板 玩得挺不错的 棒球上是一个出色的游击手 欧文高一和高二 就读于蒙特克莱尔金伯利斯利高中 这所学校的每年学费都很贵 要33000美金 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他在这两个学年呢 场均可以得到26.5分 10.3个篮板 4.8次足弓和3.6次强短 成为校对历史上 第一位个人得分超过1000分的球员 之后他想要在篮球上 有更大的挑战 所以转学到了篮球实力比较强的 圣帕特里克高中 高三时候 场均能到17分 5篮板 6足弓和2强短的数据 虽然数据看起来是下滑 但他面对的是水平更高的对手 到了高四 场均24.5分 5.0个篮板 6.5次足弓和1.6个强短 可以说全面提升 也凭借着如此优异的表现 他参加了2010年 麦当劳全明星赛 得到13分 2篮板 2足弓和3次强短 随后又参加了2010年的乔丹竞赢赛 得到全队最高的22分和7次足弓 他和哈里森巴恩斯 共同当选了最有价值球 当年的6月 欧文代表了美国U18以下来国家队 以5战全胜的战绩 夺得了18岁以下 每周篮球锦标赛的冠军 他场均能得到13.6分 5个篮板 4.2次足弓和1.6次强短 他也因此被各个篮球名校和媒体关注 10年高中毕业后 他选择加入了老K教练指教的杜克大学 12月10号的时候 杜克对阵巴特大学的比赛中 他的右脚只韧带受伤 在受伤后的两个月才脱掉了右脚的保护血 直到11年的3月18号才复出 上场20分钟便拿下了14分 帮助球队以87比45 击败了汉普顿大学 但是在NCAA甜蜜16强中 杜克大学还是输给了亚利桑那大学 那一场欧文得到28分和34助攻 整个赛季欧文因脚趾受伤缺习了大部分的比赛 只出场了11场 场均能得到17.5分 3.4个篮板和14.34助攻 2分球命中率59% 3分球的命中率有45% 大一结束后便参加了2011年的选秀 他还向父亲保证说 他会在5年内拿到他的学位 虽然他大学只打了11场比赛 但是仍然以守仁第一顺位 也就是状元的身份被克里夫兰骑士队选中 除了在球场上的精彩表现外 他的场外生活也是很有趣的 比如在骑士队时 他和他的队友李察德杰弗生和钱林弗莱 做客了一档广播节目 当弗莱问到外星人是否存在的这个问题时 欧文反问了他的队友 你们相信地球是圆的吗 弗莱和杰弗生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但是欧文却明确的说到 这甚至不是一个阴谋论 地球是平的 虽然欧文的想法也让人哭笑不得 不过他确实非常热爱阅读 还有写日记的习惯 那除了地平说 一次赛后采访欧文说 如果不是NBA球员的话 他想做个佛教徒 此前他还宣布自己已经转为素食主义者 因为他的能量已经足够充沛了 所以得远离动物食品 欧文有一个外号叫做德鲁大叔 Uncle Drew 这是因为他拍过一个百事可乐的广告短片 广告中他化妆成老头去街头打篮球 老头的名字就是德鲁大叔 后来球迷们就开始叫欧文德鲁大叔了 他是耐克鞋的忠实粉丝 小时候希望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签名鞋 希望穿着这双鞋胜来大战 而这一切现在都变成了现实 他变成了耐克旗下第20位拥有签名鞋的运动员 前段时间欧文4的广告就集合了我前面说的那几个梗 欧文虽然现在只有26岁 但是在三年前他就已经当上爸爸了 他用自己妈妈的名字伊丽莎白来命名女儿 而孩子的妈妈是前德克萨斯州的小姐安德里亚·威尔逊 两人在孩子出生前就已经分手了 其实我自己也是欧文的粉丝了 因为他华丽的球风和谦卑的性格吸引了我 他这赛季作为凯特人的当家球形表现得非常好 不仅自己打出了水平 还带领着队友一起进步 开赛的前两个月凯特人一直处于联盟第一的位置 他离开骑士队就是想要迎接挑战证明自己了 所以大家一起期待一下 他会为凯特人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吧 那关于凯瑞的凯瑞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现在正值新春佳节 祝大家假期快乐 在休息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去做大打球 另外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球 在这里我们会跟大家一起讨论 更多更精彩的球员故事和球场资讯 这里是大球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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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